一支印度精锐特种部队遭伏击 一名少校军官被打死 五名军人遗体被展示 现场气氛悲愤 尽请关注 5月3号 一场更可怕的冲突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 印度陆军一支精锐特种部队进入了当地武装分子的伏击圈 导致包括一名少校军官被打死 这是印军自2015年以来在克什米尔地区损失的最高军衔军官 印度军方指责武装分子由巴基斯坦方面支持 要求巴军对袭击事件负责 扬言展开血腥报复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5月4号报道 印度在当天举行了阵亡军人送别仪式 共有五名印度军人遗体被军方展示 有数百名印度陆军对英雄进行了送别 现场气氛悲愤 印度国防部长杰纳特辛格表示 这是一次非常令人痛苦和不安的损失 誓言要对幕后黑手展开血腥报复 莫迪也对死者进行了哀悼 称印度军人的英勇牺牲永远不会被人民所遗忘 据报道 战斗5月3号凌晨爆发 一支印度陆军精锐特种部队在科什米尔的汉德瓦拉镇 执行围剿任务 当他们试图进入一所民防时遭到了叛军的突然袭击 印度军队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与叛军展开交火 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是印度第21拉什特里亚步兵团的上校 阿舒托什·夏尔玛 虽然他在关键时刻一箱打死了一名自杀袭击者 但是未能扭转败局 在激烈交火后 阿舒托什被当场打死 还有一名少校军官和三名军人被打死 印军在遭遇伏击之后出动军队紧急增援 但又遭到了路边炸弹的袭击 七名印度人倒在了雪坡之中 等印度人赶到现场 发现阵亡军人身上的枪械弹药被搜刮一空 印度军方表示 这批叛军受到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训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突击 武装分子抢夺印军的武器行为极不人道 虽然此次军事冲突发生在印军与科什米尔反抗武装之间 包括一名上校灾难的五名军人 按莫迪政府在科什米尔地区强硬手段和雅兹必报的惯例 巴基斯坦很可能又面临着一场损失惨重的报复行动 自2019年2月份发生的印巴冲突可以看出 印度最可能的报复就是出动军机袭击在巴基斯坦境内 被称为武装分子培训基地的目标 巴基斯坦军队目前正在主导全国抗议工作 一定要小心边境线上出现局面失控的局面 印巴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任何导致双方冲突升级的行动 都可能导致一场人道灾难